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年教育推出的玛雅基础课程系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渲染基础中的摄像机基础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呢,主要是讲解玛雅当中三维摄像机的一些类型和它的基础的属性 那么另外呢,在玛雅新玛美之后呢,又增加了拿两种的摄像机 那么这两种摄像机呢,具体的属性和它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那么本节课呢,都会为大家讲解到 那么另外呢,对于摄像机的操作和摄像机的设置呢 我们还可以给大家讲解到以及摄像机各方面的一些属性 好,下面我们一打开软件,开始今天的学习 那么在玛雅中呢,通过摄像机观察物体呢 是一个场景被建立之后 系统呢,为我们自己创建了一个默认的摄像机 那么通常呢,在玛雅的四个视图当中呢 那么在玛雅的前,透视图,顶视图,前视图和测视图当中呢 分别有四台摄像机 那么这四台摄像机呢,对于我们作品的调整和一些观察物体呢 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通常在输入我们所制造的物体当中呢 那么这玛雅中自带的这几种摄像机呢 那么取图视图效果呢,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么通常我们会自己创建一台摄像机 那么与现实世界当中摄像机不同的是,玛雅的摄像机呢 不需要调整曝光和照明这些的调节设置 那么但大部分的属性和这只摄像机呢,是非常相近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点击创建下面的 开幕这里面呢,又包括了玛雅传统的这五种 三种摄像机 那么另外呢,在玛雅2018美之后呢 又新增加了两种新的摄像机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传统的这三种摄像机 第一种呢,是比较传统的摄像机 那么也就是最一般的我们所见到的摄像机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它的目标摄像机 那么我们发现啊,摄像机就有一个目标点 那么这个摄像机就是目标摄像机 那么第三种呢,是它的 向上和向下的这种摄像机 那么我们可以定位说是目标点和操作手柄 这种摄像机 我们的另外一种呢 是它的多摄影设备 那么多摄影设备呢 也是对于我们拍摄一些不同的镜头啊和效果呢 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么像我们使用DV机来拍摄影片 或者是录一个小视频的话呢 那么多摄影设备呢 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那么好,这些内容呢 就是它的摄像机的一个基础的知识 我们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说一下摄像机的一些基本的属性 那么在玛雅当中呢 摄像机可以在视图中进行来操作 那么如同灯光一样 当选中摄像机按T键可以激活目标的控制手柄 我们也可以点击Modafire下面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它的属性工具 那么属性工具当中 我们选中它的显示相关的属性 那么在这里面呢 也可以找到它的摄像机的控制手柄 和以及它的目标 那么我们也可以剪辑 左边的工具架上当中的 相关的这个图标呢 也可以显示出来摄像机 一些最常用的一些命令 那么当我们选中摄像机之后呢 按住Ctrl加A进入它右边的通道栏当中 进入它的属性面板 那么在属性面板当中呢 包括了摄像机以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摄像机 一些常用的一些属性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焦距 那么在玛雅摄像机与常用的设置当中呢 我们通常以焦距呢 以毫米为单位 在35毫米摄像机当中呢 焦距为50毫米的镜头呢 统称为标准的镜头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更改它的焦距和它的镜头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改完之后呢 在摄像机场景的摄像机呢 会发生变化 那么不同的焦距呢 和它的镜头之间的拍摄出来的效果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没有放大或缩小拍摄场景的时候呢 拍摄出来的照片呢 范围是一样的 那么图像角度 我们通常图像角度为45度的话 那么从空间45度进行照射场景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摄像机 那么我们也可以一下 这就大约是45度场景 那么进入这个里面我们进行调整的话呢 平时45度进行调整的话 那么 它拍摄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紧接着下面的属性呢 是镜头的长短 那么下面的这个属性呢 是它的剪切平面 那么什么是剪切平面呢 它主要是用对于摄像机可以看到最远距离 远处切片面也称为近端平面 那么当我们摄像机去照射远处大场景的时候呢 它远处的这个平面呢 我们是通过自定义相机呢 也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距离 那么在玛雅当中镜头拉伸的过远 或者是无法的显示到物体当中呢 我们通过修改下面的这个属性呢 来进行创造 那么当我们如果这个场景中的过于大 那么我们摄像机呢 如果我们想拉远拉远 像我们进到摄像机当中 我们去拉远拉远之后呢 我们场景无法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通常可以修改这个地方呢 来进行控制我们的场景 那么在摄像机当中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属性呢 就是它的景深 那么景深呢 在它的右边的属性来当中呢 也有 是指摄像机前处于聚焦状态的场景的部分 我们刚才讲的剪切平面呢 来定义的 那么在玛雅中激活景深的选项呢 将使摄像机呢 有更加一样 更加像真实摄像机的一种景深的效果 那么另外呢 在实验机当中呢 还有一个是它的环境 那么环境呢 主要是用于控制摄像机周围的环境 那么墨镭呢 是黑色的 那么如果我们进行全焗光渲染的话 那么颜色 背景的颜色呢 也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也可以提加文理贴图 那么大部分时间呢 我们可以通过视图观察物体 视图显上和和对编辑 视图的显示和编辑对于最终的渲染成像呢 有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视图的菜单单当中呢 我们通过 Planes菜单呢 将视图切换到各个模块 那么建立一个新的视图 那么也就是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摄像机 那么对于我们调整和实际操作呢 那么摄像机呢 在在我们渲染 在我们渲染 更更模块呢 起到了一个自观的作用 那么同样呢 我们在制作和渲染模型 单针和序列针的时候呢 通常在进摄像机视图呢 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那么我们点击Planes 进入摄像机一的这个视图呢 也是可以进行 进入摄像机视图去调整它的位置 那么这对我们调整摄像机的位置 和观察场景呢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么同样呢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摄像机有调整的话 我们还可以进入它的属性面板 将它的位移旋转和缩放呢 全部进行锁定 那么我们选中这一页属性的进入右键 点出lock 那么锁定选择 那么这样呢 我们对于这个 它的旋转和缩放呢 都是不能被移动 或者是有任何变化的 那么这样呢 对于我们更加直观的 那么如果单个镜头进行锁定 或者确定好的话 那么这样呢 对于调整呢 不会出现一些简单的误差 那么我们还可以选中以后 进入lout进行取消锁定 那么好 这些内容呢 就是关于玛雅摄像机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课呢 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